这得叫健美祖师奶奶了 视频里的是实际奥赛女子冠军 爱丽丝凯尔 从2014年退役之后 她并没有停止训练 大家看到的视频 是她和山岸秀框 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老式健身房里边 在进行硬核的背部训练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健身房 其实也是当年健美祖师爷 罗尼库尔曼训练的场地 在这里罗尼可是完成过 八百多棒的深蹲 现在健美祖师奶奶也来这练背了 爱丽丝的背部训练 第一个动作就是引体向上 主打就是基础动作 你看人家也不搞什么花里护哨的 她用的卧距还比较宽 当然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动作 一下子就把背阔肌的线条 给展示出来了 就像一双翅膀 马上她就打开了 可以说这男的也没有几个 比她背部形态清晰的 之后她做的动作是对卧的引体向上 背部刺激的位置会更加靠下 不同的角度人家都练 旁边还有山岸秀框辅助打下手 之后是俯身的杠铃划船 提高背部的厚度 打到背部肌群的经典训练了 后面是俯身的替杠杠铃划船 这个动作人家的组肩修计是非常的短 基本上是缓上去来就继续做 爱丽丝后背的收缩幅度非常大 看起来那完全就是动念一致 之后是直立的绳索下压 这基本上就是背部收尾的动作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后背已经是充血感满满 最后再加上器械的坐姿划船 对一个女生来说 能练到这种程度 真的可以说是太酷了